爱沾放映如眼眸 你们这种猪肤鱼丝 脆脆脆的冒泡 这这么超浓郁 主要就是很绵绵的 看起来更诱人一些 这个甜甜好好吃 又比较不易 自己给自己吃出来一个辣炒年糕的感觉 哈喽 这是您的可可呀 现在已经北京时间8点多了 我刚刚下班 还没有吃饭 咱们随便找个附近的便利店吃一点吧 问一下在座的打工人 你们的晚饭不会也是便利店吧 先看看便当还有啥 所剩无极 天哪我想吃个面 连面都没有了吗 这个芦苇的糖心 大概就可以来一个 椰椰牛肉 这是个啥 看起来很新奇的样子 玉尼塔夫 来一个来一个 我竟然看到青团 但是这个不拿了 因为有小姐姐给我的青团 这面包也是所剩无极 咱们去找点顶摆的 在新奇的年糕火鸡面面前 还是选择了不会出错的老牌选手 来看看咱们还能吃上点啥 这个没吃过 山贼就它了 这个只有一块钱 再拍个它 行吧就这些吧 下班完成 我看到了那个香肠 那个香肠看起来好好吃 再加一个 就是那个什么山贼的那个美 没了是吗 对 很累了 给你们全两口吃 那换那个照烧鸡肉串吧 先让它来焖一会儿 我觉得我买的东西确实是有一点少了 但没关系 今天我刚好收到了小姐姐给我的同位 马上清明节了 该吃青团了 据说这个可是新式的青团 卤果他们家的 应该是一共四个味道 我现在尝一尝 芝士流星 哇它这个好 它这个掰不开 这个皮是斑蓝味的 像那种烘烤后的软棉皮 里面是有知识鱼 我头一吃到这种青团 它应该是蒸过 然后又烤的 底下这个就是酥皮 然后里面是糯糯的 在我里面就是流星 所以真的是三重口感 芝士的话会有一点点微咸 芝士蛋糕的味道 还可以吃到那种爱草的清香 而且一点都不甜 我们就再拆一个 我想都尝一尝 这个是巧克力味的 它里面竟然是脆脆的 这个里面它是带着那种巧克力脆脆的 不是那种大颗颗 只是可以吃出来质量比较好的那种巧克力 我好喜欢这个脆脆的 巧克力的 目前为止第一 我突然想把剩下这两个味道加热一下 据说加热15秒也很香 完了 我觉得加热完这手感更好了 我已经要抓不起来它了 这个黑芝麻超浓郁 不加热的时候 这个清盘的部分就是特别的热Q 然后加热这个是脆脆的 好吃 里面是黑芝麻的刘芯 这个咸蛋黄肉松的 爆香好吗 上面还加了一点点肉松 剩一点一会儿当饭后甜点 我真的有好久好久超级就没有吃过火鸡面了 你们更喜欢吃煮的火鸡面还是泡的火鸡面 战术性喝口汤 这个还没尝 要不还是买那个什么椰子牛奶吧 突然想起我现做的土豆一个 它真的是全土豆的猫 这个好好吃啊 它那里面基本上就是土豆丝丝 还有一点胡萝卜和青椒 有一点点的微辣 我们这个地方刚吃的时候应该是脆脆的 但我放了一段时间 所以整个都是软绵绵的 没错 看那个辣椒 青椒 非常好吃 就是这个味道 这个就看起来更诱人一些 吃起来就特别干 台海得去小吃街是现炸的 吃不香吧 我已经吃不出来这个辣椒 到底是这个香肠辣 还是这个面辣 我那个新品 炙化来的照烧鸡肉串 好想吃那个贼啊 就是吃不到更想要 嗯 但这个甜椒好好吃 只有甜咸口 松松的我火鸡面已经成了一个配菜 自己给自己吃出来一个辣炒年糕的感觉 甜甜咸咸 辣辣 这个 太火鸡面真的好好吃 甜辣无敌 好 cant你 你们平常喜欢喝关东煮的汤吗 其实 我觉得关东煮我最经常点的 最喜欢的是这个萝卜和鸡蛋 突然好清淡 这是我点了个啥 就孜然味的 咱们这儿还有一点这个 我还没有吃过这个卤味的 事实证明这个卤味它已经不是一个糖心蛋 它就是一个食心蛋 一点都没有糖心 而且我觉得也没啥卤味 这东西真是 酥酥还想吃 酥酥还没想吃 太辣的后果 就是你吃饱了 还忍不住想尝尝它 这么软 酥酥还可以 但底下这个蛋糕胚子真不太行 为什么和这个蛋糕胚子的存在 它上面就是一个玉米油的麻糬 然后里面也是玉米油奶油 怎么说这么邋遢 打工人的完美晚餐 终结 今天这些视频就到这里有结束 记得点赞按订阅 下期视频再见吧 拜拜 回家没忍住又热了仨 这个刘欣实在太爱了 这个刘欣实在太爱了